王明治這次是以中華文化為理由的解釋 唱歌是狗,是代表華人十二生肖的狗 比較特別的是,他這次找來一群人 如果未看過的人,我大概講講過的影片 這次他找來一群人,戴著狗面具,表演在那裏唱歌 當然在扮狗之意,還有做出一些狗肥的聲音 他用不同國家的狗肥聲 但那幾個演員都在扮狗,交配和性交的姿勢 這些是否代表我們中華文化呢? 我做了華人這麼多年,從來不知道狗肥是中華文化的一種 開玩笑,其實我們都很欣賞他的歌 譬如說他這首很著名的歌 總之其實如果以鬼才來形容他,是不如質疑的 他已經去到一個level,是不需要再用這些 這些那麼爽動的畫面 來博取like和這個什麼 我是想著他已經升級到另一個level 是認認真真地去傳達本土的壞人文化 如果說起上來,大家說在首相署面前 是不是小氣了一點 這個情況,大家都可以想一想 將這個情境轉到天安門,好嗎? 更加可以突顯我們這個中華文化 如果他將整首歌在北京的天安門廣場唱一篇 會不會更加突顯中華文化呢? 當然不能回到你了 無論哪一個國家,大家心裡都很清楚 這個真是一個在侮辱別人 在挑戰權威,它是衝破了那個線 無論是哪一個國家的白宮都好 都會被拘捕,雖然很不情緣地去承認 但枉冥之的確是代表了馬來西亞華人主流的一些意識形態 它是的確說出一些心聲,所以會這麼受歡迎 我們都很功利,用控,什麼手段都無所謂 總是覺得自己是一種受害者被打壓 這種都是馬來西亞華人主流的一種思想 所以它是說出很多的心聲出來 我們再看看它的作品 現在我們純粹在評論它的作品 它的作品其實很多時候都是在歧視和霸凌其他的種族 大家還有印象的話,如果你回去看它的作品 其實它是在笑著一些外勞的,說著一些外勞 在它的歌裡面,第一首歌 在馬波倫德華爾裡面 它是在說外勞的一些生活的形態,笑著別人 它也有笑著一些,譬如做一些泰國的影片 是在笑著歧視一些LGBT 它說別人是很低俗的字眼,我們就不要在這裡說了 其實它只是一種歧視,並不是代表一種自由的主義 當網民之越來越紅,問題都越來越大了 一些年輕人將它當成偶像 以為馬來西亞唐人就是這樣 有些外國人,因為它太紅了 在中華地區,大家都懂得去 想著馬來西亞華人就是這樣 但其實不是這樣,大家都知道 這裏值得我們在深思的一件事 就是,如果說年輕人,或者是相對弱勢的 比較激進的,就算了 但為什麼王明之這麼紅了,還繼續去搞這些作品 這個是我想提出來的一個疑問 那是否在網絡上,又或者我們做一些創意 所謂的創意,是否一定要搞到激化對立 散佈一些仇恨,或者是消費他人 其實是一種消費他人,踩人來上位 是否要按空才可以維持高人氣和這些 這些都很值得我們去探討 我們明白,有些事是可以做,不可以做 有些事是生起門來做 有些事是不可以對其他種族來說 這是一種默契,表面上是一種和氣 但是,要心裡清楚知道,哪條線最好不要去探 OK,當然,在說真的,黃明志的一些作品當中 它是親戚著一些比較爭議性的 還有,也有一些是大家很和諧的 是,沒錯 有一個阿末都阿利,很和諧,很好 那是絕對是被受尊重的 所以,在作品當中,如剛才說的 其實最主要就是所謂的創意 創意的出發點,好像現在說的 influencer,或者是influencer 你influencer是甚麼呢? influencer是更加點驗他的奴火 還是influencer他去幫我看一件事 所以在不同角度的時候可以解決到的 就不需要去踩人家的底線 這個influencer很重要 因為近期阿余跟我分享過一個其中是 Nash Daily,即是一個很資深國際性的一個 所以是KOL,就是influencer 在網上,他有其中一分鐘裡面 就說關於influencer 就是influencer,很多人就錯誤 利用了所謂的Internet 去傳播他自己個人的偏激 或者偏見,而忽略了 究竟是誰在看這個短片 因為Internet的力量十度太大了 所以當你做這些短片的時候 想一想誰在看 OK?